昨天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崔秀夫 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指出 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执意宣布将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这一行进 公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 转嫁核污染风险 将一己私利凌驾于地区和世界各国民众长远扶植之上 极其自私自利 极不负责任 中方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 如果日方真有诚意解决邻国的关切 就应当立即停止强推排海计划 在不预设结果的前提下开展交流 充分讨论所有可能的安全处置方案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 撤销错误决定 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以真诚态度 同周边邻国善意沟通 以负责任方式加以处置 避免对全球海洋环境造成不可预测的破坏和危害 如果日方坚持强推排海计划 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海洋环境 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 覆水难收 我们不希望2023年8月24日 成为海洋环境的灾难日 如果日方一意孤行 就必须为此承担历史责任 感谢观看